在這麼多健身的族群裡面呢 相信有一個族群是非常非常多人的 這個呢就是上班族 而上班族裡面有一種族群叫做 九座上班族 好 就是我們今天呢 教練要來指導大家 這個九座上班族的困擾 我們有九座上班族的這個 健身救星來了 好 那首先我們就要訪問兩位 就是看起來呢其實是 都是辣妹啦 但是其實他們呢 本身職業也是上班族 那我想請問一下怎麼稱呼 Vivi 那妳在上班生 什麼性質的上班族 生計公司 開車 開車 所以騎士或車司機 不是 我的工作是要常常跑來跑去要開車 所以是業務然後會開車 所以就是 九座是常常坐在駕駛座上面開車 沒錯 謝謝妳 所以妳的困擾是痔瘡囉 不是 這是什麼 就是常常開車我的腰就是會 就是 沒辦法一直很挺直 沒辦法一直很挺直 所以妳開車的時候就會一直扭動喔 沒有 但是我會買福板 兩百塊而已然後就挺直 好 所以我們已經找到這位辣妹上班族 她的困擾 找到找到 那另外一位請問怎麼稱呼 我是Vicky 那妳是上班族裡面的 什麼性質的 我在銀行 銀行 就數錢的就是了 沒有嗎 數錢數到手軟 這困擾嗎 妳有這個上班族裡面 這個這裡面的問題嗎 有啊 也是要久坐啊 然後常常坐 坐久就會駝背啊 喔 所以就是會駝背 對 就影響妳這麼優雅的身段就是了 對啊 好好好 那就針對這兩位這個漂亮的上班族 我們當然就希望幫他們解決囉 那解決就要找到好的老師 我們今天找到這個老師呢就是 算是 你自己介紹一下 好 我是健康廠的教練部經理 我叫Daniel 幹嘛做這麼嬌羞的這個開場 我一直都很嬌羞喔 對啊 那兩位就是今天我們找到這麼帥的教練怎麼樣 開心 很開心是不是 愉悅 好 有漂亮的上班族 又有帥氣的教練 相信我們這一集的這個 示範一定會更厲害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我們教練怎麼示範這些動作囉 走 首先呢我們可以去做一個伸展動作 我們現在去伸展呢 下半身小腿的地方 將我們身體先撐起來 並且腳放在上面 去做前後滾動 慢慢的滾 現在呢我們身體保持穩定 然後可以旋轉一點點不同的方向 讓它多一點點的刺激 像是這個動作 OK 那我現在示範單腳 我們可以兩隻腳都一起做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去做到 大腿後側 有一點點轉動的方向 再往上呢 我們可以去做到 臀部的動作 我們現在要訓練的動作呢 是單腳的橋式 那主要訓練的肌群是臀肌 那我現在示範給你看 待會呢我們躺下來之後呢 單腳抬起來 用一隻腳的 的力量去支撐 並且將你的兩邊的手肘往下去支撐 動作開始呢 將你的這個臀部 慢慢的往上推 過程中呢 盡量還是要保持你的身體穩定 讓你並且腹部保持有一點維收 接下來我們這個動作呢 我們要訓練的是 後腳抬高分腿蹲 那它訓練的動作呢 它主要會訓練到 你的屁股 臀部跟你的下半身 就是腿部的動作 首先呢 今天將一隻腳放在這上面 讓我們身體先保持穩定呢 腹部保持收 身體保持直立的 讓你的後腳呢 垂直的往下蹲 過程中盡量讓你的身體保持穩定 這個動作呢 叫做Face Pull 那它主要訓練到的肌群呢 是斜方肌跟後三角 當它在往後拉的時候呢 你要將你的肩胛骨往內收 並且將你的這個兩邊的握把 拉到耳朵的兩側 像這個動作 OK 注意過程中呢 讓你的身體保持穩定 我們現在要示範的動作是 單臂跪直高跪下拉 我們現在要示範的動作是 那這個動作呢 它主要會訓練到我們的 擴背肌跟我們核心的肌群 動作呢 單手握住這個把手 在往後拉的時候 請注意讓我們身體呢 保持穩定 不可以因為 Cable在動作過程中 保持讓我們身體很不平衡這樣子 另外只有把他放在腰間 往後拉 讓我們背部有感受 再稍微往後推一點點 身體是直立的 所以呢 肚子保持有一點收 然後保持穩定 好 OK 好 膝蓋對著你的腳尖的位置 雙手呢 放在這個地方身體會比較穩定 OK 所以現在肚子收 身體有保持穩定的嗎 對 好 我們開始的時候呢 後腳的膝蓋垂直往下蹲 對 OK 起 過程中 膚部肌的保持維收 慢慢下 對 然後肩膀肌上再放輕鬆一點點 OK 慢慢下 很好 來 來 好 記住你的這個膝蓋 膝蓋過程中的這個控制 這位 為什麼你有一種練功的感覺 我很認真 你很認真 太認真了 感覺好像練功 你等一下是不是要飛踢了 有可能 所以做這個動作有沒有覺得 有改善你那個 久坐上班族的感覺 我沒有久坐 你沒有久坐 開車 好開心 不過我不是時間 好好好 昨天有改善就是了 有改善有改善 好 姿勢100分 姿勢100分 穩定 偷偷問你一下 做了這個動作之後呢 會不會讓你想要轉行 不想再當上班族了 不會啊 不會 就更愛自己的行業了就是了 對 教練你真的是很厲害耶 就是你竟然做了幾個動作之後 讓他更熱愛自己的工作了 很想轉圈圈對不對 跟著我一起轉圈圈吧 我要跟著你 好 我們已經不是久坐上班族了 經由剛剛我們丹尼爾呢 幫我們兩位美女上班族呢 專業的訓練 專業的訓練之後呢 你們的感受是怎麼樣 還不錯啊 就是感覺肩膀這邊有練到 肩頸整個都鬆開了對不對 我傷 我傷 感覺這裡是什麼按摩院 都幫你鬆開了 那你呢 覺得全身熱起來 應該頭好都綁起來 全身熱起來 想要怎麼再繼續鍛鍊是不是 對 那經由我們這個厲害的教練 跟兩位美女上班族給我們示範之後 相信大家呢 之後 對於你們久坐這個困擾 應該可以有很好的解決方法 好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謝謝大家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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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